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今日的日期是5月22日,近日俄乌戰爭方面也有很多消息 Simon將這幾天的重點消息集在一起,值得大家一提 俄羅斯媒體在當地時間19日報導,即是幾天前 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秘書就在一個會議上表示 一個位於烏克蘭境內,存有英國所提供的頻尤彈的軍事設施 被俄方打擊摧毀後,由此產生的放射星雲正在飄向西歐 在波蘭也記錄到輻射升高 不過波蘭當局在17日曾否認,境內檢測到的核輻射水平上升 報導有提到5月13日凌晨,烏克蘭西部一處軍事設施 遭到俄軍襲擊發生爆炸 網傳影片顯示現場騰起巨大的蘑菇雲 當局指被襲擊的目標是關鍵基礎設施 並表示該設施是位於人口聚集地之外 而根據歐洲地中海地震中心地震監測系統的數據 指當地發生了3.4級地震 而俄羅斯國防部發言人就在14日表示 俄軍用遠程高精度武器對烏軍部隊部署地點 以及西方國家提供的彈藥武器 以及軍事裝備的儲存地進行打擊 當時就有烏克蘭媒體宣稱該市的輻射水平有所上升 顯示可能有朋友武器被俄軍擊中 即是英國所提供的朋友彈 除了朋友輻射問題外 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秘書在會上也提到 美國施壓操縱其盟友向烏克蘭提供所謂的幫助 反而導致援助國受到傷害 他還指出 近期在俄羅斯發生的多宗爆炸案 都是在美國情報部門的協調下 由烏克蘭情報部門所實施的 包括道金蘭遇害案 聖比德寶咖啡館爆炸案 普利列平汽車爆炸案等等 還提到北溪天然氣管道爆炸 以及克里米亞大橋爆炸等等 美方亦有份參與 看到這一則消息 是令到西文聯想起另一則新聞 另一則報道 其實就是在一兩日兩三日之前 在香港都有報道 就是說烏克蘭有幾個因 當中有一個好像還是網紅還是明星 他們就上載了 疑似是美國援助烏克蘭的外國者防空系統 被炸毀的照片 報道還提到 他們這樣公開這些訊息 涉及軍事機密 有機會抓他們回去判八年監 什麼軍事機密 判幾年呢 現在不討論 但是如果外國者防空系統被炸毀是堅 的話 就等於告訴你 某國家一個非常厲害的防空系統 被俄羅斯打破了 所以這件事 直接說面子問題 西方都肯定說不是 所以我們是不知道真正的結果是什麼 但是 這個時候 你就看看 那個朋友彈彈藥庫爆炸的事件 大家相信 就算我們不是專家 我都不是專家 你都可以理解到 那些朋友彈彈藥庫 還有核輻射 是一個重要據點 你有能力 你都會優先防守這些據點 但是結果呢 他就是被打穿了 他就是被打中了 然後連鎖爆炸 是不是 所以 這個朋友彈彈藥庫爆炸的消息 其實算是進一步間接 告訴你 俄羅斯的導彈打穿了 某個國家說很厲害的防空導彈系統 是不是 就這樣 不是說要引戰 就是 表面上看就是這個意思 如果你是專家的話 有不同的意見 都可以留言區裡說 再接下去 俄乎戰爭還有 正在日本廣島出席七國集團峰會的 烏克蘭總統扎寧斯基 再次否認烏克蘭東部重鎮 巴赫穆特失手 強調烏軍營起當地戰鬥 截至今日 巴赫穆特仍未被俄方佔領 扎寧斯基指 此行幾乎會見所有七國集團領導人 獲得高質量武器支援 並且感謝美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 為烏克蘭提供戰機以及防空系統 他還表示有信心獲得提供F-16戰機 目前不能透露將會起幾時以及獲得多少架戰機 將會努力讓烏克蘭飛行員盡快接受培訓以及獲取經驗 而扎連斯基早前與美國總統拜登會面期間 一度承認巴赫穆特失手 當時被問烏克蘭是否仍然控制巴赫穆特時 他回答不是 就說巴赫穆特的一切已經被摧毀 只是在心中存在 形容是一場悲劇 不過扎連斯基的發言人之後就澄清 說扎連斯基當時回應俄方聲稱已佔領巴赫穆特的提問 他是否認被俄方控制 並且只是確認城市被摧毀 而不是代表所有烏軍士兵撤出當地 烏克蘭當局多次否認巴赫穆特失手 而俄羅斯總統普京就祝賀俄軍 以及僱傭兵組織瓦加納集團攻下巴赫穆特 克里姆林宮亦表示 完成解放巴赫穆特的行動之後 所有傑出戰事都會獲得國家獎勵 巴赫穆特的戰鬥持續超過7個月 西方官員估計有2至3萬的俄軍傷亡 而烏克蘭方面也傷亡慘重 報道還提及曾經公開指責俄軍高層 不向雅加納僱傭兵提供武器的創辦人 在片段中表示 他們不僅在巴赫穆特與烏軍作戰 亦是與俄羅斯官僚鬥爭 批評他們從中阻撓 另外有媒體報導 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於21日 在日本見到廣島核爆的廢墟照片 表示令他想起巴赫穆特以及烏克蘭其他城鎮 他說這些地方都一樣沒有一絲生機 所有的建築都被摧毀 而俄羅斯外交部就對此番言論表示讚許 說兩地被毀都是由美國白宮正心策劃的 這裡嗟兩句 不要說兩地 中東不知有多少地方 都是整個城市打爛了 另一方面 這個重陣巴赫穆特到底是哪邊贏哪邊輸呢 客觀點說 講到尾我們這些普通人就不知道 但是有些網民就這樣說 俄羅斯現在在那裡慶祝說他們贏了 如果你不是能夠控制戰場的話 說得不好聽 隨便派架無人機過來放個炸彈 真是你慶祝條命 所以他夠膽這樣慶祝也證明了一些事情 好了 回來看看香港新聞 元朗日前發生一宗謀殺案 一名54歲女子死亡 警方在現場檢獲電鋸、牛肉刀等等 據悉 姓樓的女死者和她丈夫裘叔 是包租公婆,生活美滿無憂 兩人每天晚飯後都會出去散步 但是當日死者因為播電視劇 遲了出門 未有和丈夫同行、慘遭、殺害 警方今天見傳媒交代事件 有說到一名黑衣男子手持物品 從後面襲擊 兇徒事後逃去 警方現在已經鎖定疑兇身份 疑兇是40歲左右的男子 相信疑兇和死者相識 兇手已經離開香港 警方將會從多方面進行調查 包括行兇動機、有沒有人協助以及教唆等等 有消息表示 疑兇是女死者的繼子 即是死者丈夫裘叔的上一任妻子的兒子 她行兇後已經即時離境 潛逃去了內地 警方已經通報內地公安協助緝拿再逃的疑兇 Simon 說了一下 各大媒體都沒有說什麼動機 充其量說一下 可能有私人恩怨、私人糾紛有關 都覺得很刺激 計仔現在這樣 真是謀殺自己的繼母 不知道是不是對她很差 還是有什麼仇恨 但是你表面上所看 那個什麼夫婦 她們又無憂生活 她們又應該 我估計 又沒有必要說 對你很差 而搞到有這麼大仇恨 嘩 所以確實 有些好奇 有些八卦 到底因什麼事 落下狠手 在下側的消息 內地外賣平台巨頭 美團正式登陸香港 推出全新內賣品牌 Kita 暫時讀作Kita 今天起日起香港推出 更加大手筆推出 十億激賞計劃 吸引新客及餐廳 每位新用戶 將會獲得三百元優惠券 優惠首階段試點 鎖定起旺角及大角咀 由今早八點起 兩區居民可以透過Kita App 使用外賣服務 以及領取營身優惠 現在主打賣點包括一人飯堂 包運費六十元搞定 以及準時補 為超時外賣、埋單等等 公司表示之後會逐步將服務拓展至新區域 預計到年底覆蓋整個香港 美團早前在香港推出高薪搶外賣員的事 以行業標準每一個小時送兩單來計算 送帝員當月做滿五百單的話 兼且獲得所有獎賞的話 步兵收入可以超過兩萬 車手最高收入可以達到三萬五 另外有分析認為外賣在香港不算是剛需 以Foodpanda為例 根據膠銀國際去年十月的研究報告 他們的外賣用戶每月落單頻率大約1.5次 遠遠低於美團在內地用戶的每月六次頻率 原因就是香港城市規模細、餐廳密集 市民出去吃飯也相當方便 另外由於外賣平台需要收取餐廳運費 香港的配送費一般都是20元港元起跳 是遠遠高過內地平台的3至5元人民幣的水平 而運費也會反映到食物質素以及份量之上 所以市民以及餐廳在疫情之前 都很少使用外賣平台 直到疫情開始禁堂食 大家才開始大規模接納外賣 但是現在疫情回穩 當美團的十億優惠用完之後 美團要維持用戶使用頻率實屬不宜 對於這個行業前景的分析 我是挺認同的 簡單來說就是香港太方便了 大家下街吃飯也有不少選擇 所以未必需要額外付錢去買這些外賣平台 但是反過來我也覺得市場大有大做、小有小做 當然有些人是有外賣的需求 說到尾其實他們的行業前景 就不太關我們事 我只是覺得這個時候 不同的商家在鬥、打仗、燒錢搶客 得益最大的就是用戶 我們就是那個小市民 享受現在的快樂 好了,今天的消息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到最後 還有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este было també 我們下期見